两边都是寒清默默看见我 没说没说 等我说话是吗 是啊 好 咱们说 今天不说我 我跟你说 说啊 说周星驰 周星星 周星星 对吧 我原来我说我我崇拜的都是姓周的嘛 什么周周周周周星驰 周恩来 周杰伦 周大福 周生生 哇 都一堆姓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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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堆姓周恩拜金嘛 是吧 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人猜周星驰 而且啊 闻到这现在 今日的网络社会啊 很有意思 很多话题啊 我们做新闻的人啊 一看到说最近说什么事比较火 大家的第一反应已经是谁操作 是有人操纵的吧 所以现在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话题 什么是假的话题 什么是做出来的话题 最近这个话题很奇怪 我回家一看网上 突然间怎么开始 众口这个啄啄的骂周星驰 而且骂的呢 基本上是在为人 不靠谱这个方面 而且呢 在我这个寻根溯源 就发现是一个叫就文俊 是香港的影评人也做编剧啊 搞电影的 电影界的这么一文字 文俊呢 写了一篇文章 大意就是说呢 周星驰的时代 也要终结了 就表达这么个意思 可是文俊的文章里的第一段呢 又又追根溯源到谁呢 是最近某个跟周星驰合作过的影谈的也是名人开始出来说周星驰的几大不是你看这里还说了五大罪状 好比说爱现场指挥导演作为演员 爱现场指挥导演 随时更改电影内容 让全部人苦等 会突然闹失踪 还有要整组人迁就他一个 这么接下来呢 你像这个文俊的文章里 文俊后来还出来解释说我不是针对周星驰 个人 我对他并没有什么 我只是说他曾经代表了香港电影 独领风骚什么20年吧 那么我说这个时代是过去了 因为他现在什么到美国发展呢 一时之间也见不到有什么新作品呢 而且在合作当中有时候传出有些什么事情 那么有人就罗列 罗列就发现这些年来 有一些跟周星驰合作的 合作过的搭档合作过的人 都曾经表达过这个 比如说有的人就说了 说他曾经答应说文道 我这部戏找你演 到后来你因为这个 你推掉了别的戏约 但是到后来呢 没这事了 不理你了 等等 还有人就说呢 比如说有人说他爱钱 还有人说什么呢 骂周星驰说什么 我是真小人 他是伪君子 到后来周星驰一向低调嘛 一向不吭声的嘛 大概是不是给骂极了 所以说前几天 周星驰也出来说 说香港电影界就是有些人喜欢批评自己 批评别人 抬高自己 于是你知道我在大陆上的反响 我看到的是什么呀 好多周星驰迷呀 你知道吗 哇周星驰八呀 轰家伙出来 又爆菜这个文俊等一干人 就说周星爷 星爷 那是我们永远的偶像 他的时代那叫永远 对吧 等等等等就就就就就开始了 可是以前在香港啊 其实比如电影圈里面 一向对周星驰那些刚刚说过那些意见 一直都存在 而且也不是不是第一次有人公开说了 一直以来香港的八卦杂志什么 也老这么讲 而且很多很严肃的 就连影评人平常不说这些事 也都出来说过 所以所有跟他合作过的人 到后来 你看到一个一个离开 像吴梦达这些都慢慢的跟他翻脸了 怎么样啊 那么但这个东西 我觉得身体能够好坏两边看 你坏你就说他不会为人啊怎么样 可是呢也有人帮他辩护 或者他自己也表露过一个 就像刚才他那个辩护 其实都有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呢 他之所以要大家都等 他要改内容 是因为他觉得 他知道电影该怎么拍 效果最好 他的电影 然后他的要求非常高 他是个要求很高的一个人 别看他那些电影 大家感觉是个闹剧喜剧 他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他有时候一些要求呢 被人认为呢 是不符合电影圈的做事的习惯 那么大家就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这种矛盾 你是不是真能就说是一个为人不好呢 还是说一个人 他很坚持自己的想法呢 我觉得很难判断 我很赞成文道的说法 你要想要在70年代 80年代拍戏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 什么科技这么发达 很多时候拍戏 还是很土法炼钢的 那我觉得周星驰能够创造一个自己 所谓自己的那种年代 那种时代 就是因为他的周式的那种风格 周式的那种笑话 那很多东西就是要他自己去polish 就是要自己慢慢打磨 打磨打磨出来的 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 一边打一边 就是一边拍一边看嘛 所以我觉得他会有这样子一些 所谓举止比较特异的情形 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其实香港的那个 那个七八零年代的时候 其实有几个所谓的铁三角 就是您刚才讲的几位名人 像华盛 像华强 像泰他们 还有像周星驰跟吴梦达 这些组合 其实这些人的组合 是很重要的 他们个人的那种特色 也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你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反面新闻出来 其实很可悲的 就是树倒狐孙散 树倒狐孙散 树倒狐孙散 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他今年 可能没有什么 什么什么 因为他不能够一拍再拍 把七零年代八零年代 一拍再拍 他可能已经挤不出东西来了 所以就很对 有人说就是大化西游 是到达最高峰 那个之后 好像就走下坡路 有这种评价 我觉得是这样吧 他的电影 比如说喜剧之王开始 特别到少林足球 就是你看到 他是在转型 就是他 我觉得他还是个 很有想法的人 就是他真的是 很努力的要突破过去 不要过去 他那种八零年代 九零年代 那种桃学威龙那种 我觉得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 这种我倒也不是特别喜欢 我跟他们看法有点不一样 你就是说 大概我看电影 门口比较低 对吧 长江七号我没看过 但是我觉得功夫 我爱看 少林足球 我爱看 喜剧之王 我爱看 反而是太早期 那个时候香港电影可能制作成本也低 现在看上去有些解决 没错 尤其他后来那些电影呢 我们要注意到 你刚刚说你爱看那些电影 就是后来他独揽大全的电影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早期的电影是别人在导演 或者就算他导演 他会受制很多东西 但是从喜剧之王开始 慢慢 尤其少林足球 是第一部 真的是由头到尾 由他掌控 自边知道 对 你就看到他想做的电影 是这样的电影 而且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他还在突破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去重视的 是很重要的事情